热热的夏天最好是享受冰冰的甜品 今天我会用豆腐来做一个比较清新的抹茶奶冻 还会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脱补方法 首先做抹茶奶冻我就会做了糖浆部分 我就会将一半砂糖倒出来 另一半我就会连水一起煮的 抹茶粉很容易起粒 我就会用砂糖一起拌均匀 尽量用砂糖去打散抹茶的粉末 就会没那么容易起粒 这个水滚起了之后 我就把它慢慢倒下去 一边倒一边搅 搅拌均匀 然后再把糖水倒下去 煮溶的糖 滚一会儿 然后关火可以倒出来 等这个糖水再凉一点 我就放在杯上 好了 这个糖浆凉了 那我就分装在杯上 平均分就可以了 然后冰硬糖浆部分 然后就可以做奶冻的部分 好了 现在来做奶冻的部分 这个是忌廉 我会先煮的 我将一半的糖加上去煮 今天我用的是日本的抹茶 它的茶比较香之外 颜色也比较好 将抹茶和砂糖搅拌 大概材料里面的一半砂糖就够了 搅拌均匀之后 然后加一至两汤匙的热水 弄溶它 搅好之后 就可以加到忌廉 一起煮 不需要滚的 糖溶了就可以了 今天我就会用鱼胶片 用冰水浸了 记住不要用水喉水 因为水喉水在夏天的时候 温度也有30度 否则融了就融不了了 就可以放下去了 利用余温去弄溶就可以了 不需要煮的 这个抹茶忌廉煮好了之后 我就处理另一部分了 今天用的豆腐在超市可以买到 就用一只精华豆腐就可以了 豆腐加了进这个杯之后 就加上这个奶一起打 打碎它 这个豆腐打溶了之后 就可以将抹茶忌廉倒入一起打 混均匀就可以了 接着我就会用筷子隔一下 让它滑一点 隔完之后就可以装在奶冻杯 放入冰箱冰箱就可以了 这个糖浆已经冰硬了 容易倒入小杯再分装下去 倒的时候要小心点 尽量在杯的边缘慢慢倒 不要心急 那就不会冲散糖浆了 倒完之后 如果还可以看到这条线那么清楚 那就是说倒得正确了 好了 今天的奶冻就做好了 放入冰箱冰冷冻它大概冰它五六个小时 硬正就可以吃得了 今天有个简单的脱母方法教大家 首先准备一个水喉水 这个水喉水一般夏天都有30度 然后将冰冷了的布甸浸在水中 大概浸它一分钟 为什么不用热水呢 因为有时候热水稍微浸多一点 就已经是过了浓了 整个布甸就溶了 那就不漂亮了 好了 浸了一分钟了 那就用一支牙签 就在这个布甸的一边 单边这样直接插到底 插下去之后呢 它就有一个空隙形成了 接着就抽一支牙签出来 拿一支碟倒转它 好 慢慢移上来 这样就可以了 但就在这边 真是多棒 señ是多棒 上面 这边 就像那样 我是不可以做的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既然毕竟 在各种各种设处 这边 让我们去聽